呃 我们部落比其他部落强的点就是 我们孩子多 这个他们真的没法比 昨天还是前天 嗯 出生就是你跟儿子那个打架子 我那也让热搜了我看了啊 是我上一次在北京的馆的演唱会 是他出生那一年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叫demo 啊啊啊 啊那那我就在把那首歌在 在演唱会唱了 他在那个 led 里面啊 他儿子名字就都叫demo 啊他叫demo 他就叫demo 哦 然后结果呢 今年 他就来给我伴奏了 哦 最棒最棒的嘉宾就是自己的儿子 哈哈哈哈 是吧你也一样 我女儿两岁的时候就跟我合唱过一首 合作为首 多幸福 有哪个小奶姨 多幸福啊 一说还真的是我们这一车都是 四个当爹的哈 哈哈哈哈 对 而且都是两两 啊对 都是两个啊 都两 我天呐 都是两啊 四个爹八个宝 哈哈哈哈 四爹八宝啊 四爹八宝组合成立了 哈哈哈哈 四爹八宝 真的我觉得是这是我们的共性 四个爸爸凝聚起来的有一种父爱的力量 所以我觉得这首作品就成了 哈哈哈哈 当爹的一本得稳 嗯 我如果没遇过 回头转动还是错 你我不曾感受过 想装在借口 想装在借口 好听 好听 好 哎呀就这样 我们团的优势目前是选到了一首好歌 呃面对观众从右往左属 一号明道 一按门 一按道 一按道 二道 二按道 三道 三按道 四道 黑色的代表门吗 一共几个门啊 一个通道 一个通道十个门 啊 就一个按道吗 这是按道吗 一个按道十个门 总共三十个门 就外面还有两个门 不过没用 那两个门不用 哦 我以为像我们策划的那样 就是有不同的场景的表演 但是今天真的开始走位训练的时候才是 啊 烧得我脑人了 这个烧脑好烧脑 因为我们要走很多的门 很多的走位 然后国庆哥一开始在这条道 然后慢慢走 大概走到二门的位置 然后打开它 五六七八走进去 要把门关上 然后走到最后面那个通道的门 打开进去 都是往外开 全是往外开 这么往外开 都是往外开 然后进来把门关上 在这儿 嗯 那诗文哥七八跑到一门 七八跑过来 穿过去 一二三四五六 穿过来 跑过来穿 三四五六 第三次开开这边穿过去 我都想破门入 我们互相从表演到结尾 最后的最后才看到这份 哇 每个哥哥都有很多的跑位 这种交错 这种相撞在路口实际上都没有撞到 我觉得难度 又提升了百分之百 非常难 这首歌我们最大的配合 最好的配合就是不要管别人 管好自己就是最好的配合 对 郭欣哥 咱俩如果咱俩碰到一个门 你吗 郭欣哥就来 哈哈 我就在一眼了 你知道